嗯,今天的话就是天天看 我看一个帖子啊 就是算算小孩子花销 所以我很好奇,也来算算 京都都从初生到现在两周 岁半总共花销多少钱 下面是未带 这是我给他做的本子 小本本 上面都有他的花销 接下来说第一个,生孩子 生孩子的话,我是 花了五千块钱,因为报销 还剩两千次,其中有 一千八的话都是 因为住的是那个房间比较好的 独立的,比较贵 就五天,一千八 第二个的话就是奶粉 奶粉的话算下来大概 两周岁半总共花了 有差不多五十万左右吧 然后 用的是那个香港的牛栏牌的奶粉 嗯 那个奶粉的话就是 线一节到二节 三节都在平等下啊,差不多两百块 左右 然后牛栏牌的还挺好用 挺好的,安全性比较高 那奶粉就是花销一万块咯 然后还有个尿片,尿片大概 四千万左右 具体是多少 我也不知道 大概 可能也是三千多 三千八或者是四千多一点 再者,第四个就是 医院的 住院,不是 没有住院 就是动不动就是 肚子不舒服啊,拉肚子啊 然后还有个就是去医院发烧啊 经常发烧 就是上火了便到去发炎这些的 还有个就是疫苗 我算的话大概花销是五千块钱啊 因为疫苗打的话也打了不少 嗯,第五个就是 我怀孕的时候有喝了四罐奶粉 孕妇奶粉,就一千块钱 第六个就是 钙片叶酸,大概就是五百块钱 第七个 就是从小孩子出生之后的话 他有给他去游乐园啊 办会员 还有出生之后也有给他去 那个什么 游泳,对 所以这杯花销的话算是一千七 嗯,第八个的话就是小孩子 衣服,鞋子,奶瓶 给他买一些柜子 大概这些的话要五千块钱 特别是冬天衣服,特别贵 这样吧,好多现在的衣服都是 这段都好好的 那就是穿不了了,像一岁的那样子的 还有第九个的话就是玩具 从初中到现在的话玩具 买不少,大概还有两千块钱 嗯,第十个就是 iPad 这应该不算给他,不算他的费用吧 那三千块钱买了那个iPad 但是都是他用的多,我们都没怎么用 也是因为想有时候 给他玩一下,才买的 然后第十一个 这才是一个大花销 可以抵过前面的 嗯,那是因为 嗯,要七年十月份的时候 开始我就出来上班了 上班到18年的年底 未断时间的话是 请了加你的一个亲戚挂带 三千块钱 嗯,带十五个月,所以是四万五 然后其他发销加起来是 三万四千六百 讲到四万五是 七万九千六百 我要喝口水压劲 所以,为什么存不到钱 这中间还有小孩子的饮食 出去玩的 这些隐性的消费是没办法去试算的 就是,不算不知道 一算,心里就瞬间给打击 这还好还没有上学啊 还要上学还有 热园,小学,中学,大学 嗯,不离妈呀 这怎么还敢生了他呀 明明,你赶紧来算一下你的小孩子的开销 真的,我这个开销 除了四万五的话 应该其他都是属于正常的吧 现在就,假如说,在程序里的话 这些消费应该都正常 应该都会有的吧 好啦,这边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拜拜 拜拜